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本期视频将继续来给大家回顾清军片的内容 集合起现有灵孩的影狼左 向灵孩们表示 端界已经完全封闭 失魂界已经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但还需要小心谨慎 必须尽快将剩下的队长及人物 也全部替换成灵孩 这样才能完全掌控失魂界 性格如本尊一样怕麻烦的乱局 在抱怨中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准备要去尝试一下 滞留在县市的本尊们 则是在医护的房间里 召开了讨论会 从内节内的口中得知 影狼左是十二番队的第七席 同时也是技术开发局 专门负责研究断界的专家 可以说整个失魂界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断界 他也正式通过对断界的了解 率先从那县市执行任务的乱局和期许下手 制造出时间差 然后让总队长 派遣队长对断界展开调查 在操控断界的时间 让调查对教育拘突 从而将众人幽禁起来 最后再巧妙地将那些灵孩队长 送回失魂界顶替本尊 从而达到控制护停13番队的目的 而他抓往时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往时体内藏了什么秘密 或者是重要的东西 这一说法 让异护想起了当初 蓝蓝夺取陆奇亚体内奉运的场景 算是简单的让大家回顾了一下蓝蓝叛逃事件 这一想法 也让异护下定了决心 一定不会让影狼左得逞 让失魂界再次发生向陆奇亚那样的事情 这里我想吐槽一下 异护果然还是单纯 什么都没有想 就把事情懒了下来 属实是有点草率 经上这边 为了让往时更好地加入县市队伍 特地摆脱浮原 在浮原商店门口弄起了烤肉聚会 石田也想着 竟然或许能让往时敞开心扉 说出关于自己的事情 魂本打算开打一下往时 顺便告诉一下他 他手中的辣椒粉是什么东西 结果还没等他说完 往时就一瓶辣椒粉塞到了他的嘴里 辣得浑浑身冒烟开始到处逃窜 往时也趁着这个机会 脱离了众人的视线 独自离开 魂清新网苦找到了往时 却继续惨家无事 在魂大发脾气的时候 乱局突然出现 只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乱局 而是灵骸乱局 他先前想到的好方法 就是假冒成本尊 来到现世带回往时 只不过作为真男人的魂 在乱局迷人深知的诱惑面前 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任由灵骸乱局将往时带走 而他本人还仿佛解脱了一般 在街上回味灵骸乱局的话语 直到他遇上了乱局本尊 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匆匆忙忙的跑回去 准备解救往时 可玩偶形态的他 完全不是灵骸乱局的对手 被灵骸乱局一顿毒打 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他拼死相救的表现 让往时对于他的情感 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 索性后面医护及时赶到 挡下了灵骸乱局的一刀 随后路奇亚 链刺 以及乱局本尊也全部赶到 甚至不是对手的灵骸乱局 只能解放灰猫暂时撤退 霍救的魂还有望时 也和其他人一起 开启了烤肉派对 看着魂身上的绷带 望时对于他的情感 再次有了新的变化 不停时三番队这边 正在因为断居的事情 召开对手会议 戚急败坏的林涵涅莉 正在疯狂地诉说 医护在断居中阻碍他们的事情 面对惊乐的质疑 一旁的林涵剑八 也跟着指振医护 林涵涅莉更是将医护 在断居中修炼五月的事情 当作了证据之一 只不过前几天 来到失魂界的医护 似乎没有要为自己辩解的意思 这样身为本尊的金乐 浮足以及卯之花 都感到十分疑惑 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相信其中应该是有内幕 可是面对种种证据 加上多一队长的千言所见 三番总队长还是下令 派遣特别部队 前往县市捉拿医护 充满疑惑的金乐和浮足 则是在网上约在了一起讨论 从种种的疑点 加上对医护的信任 两个人都觉得 应该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好地调查一下 于是两人便来到了技术开发局 在金乐与阿静的友好关系下 从阿静那里拿到了未被允许 绝对不能示众的断借通行记录 经过查看 确实发现了很多人为修改的痕迹 只是还没等到他们两人继续深入调查 领害最封边带着隐秘机动出现 以四次创改断借记录为由将金乐逮捕 打了金乐和浮足一个措手不及 阿静这边通过对电脑资料的分析 好像也发现了一些端倪 只是还没等到他汇报 银狼走就率先出现 将他给解决了 回到现实 在一番聚会后 本以为旺诗已经对众人放下警惕 可就在医护回到家 准备让他好好休息的时候 甚至发现了被五花大板捆在衣橱里面的魂 无奈的医护 只能将已经休息了10天的人叫醒 一起出门寻找 院子等人也出门协助寻找 就在他们商讨情形的时候 穿街门打开以及释放出来的灵压 让所有人都警惕了起来 可混合代理阵都不在身边的医护 无法变成死神形态 陆奇亚便时隔多年 再次拿出了那带有骷髅图案的手套 将医护的灵体和肉体分离 在这里 我觉得也是动画组对死神的一种致敬 让许久未出现的道具 得到了重新出场的机会 从商界门过来的 正是由灵孩一角 宫青以及快走目组成的特别部队 感受到灵压的本尊也赶到了现场 而且本尊这边还多了一个大前田 看着人数占了优势 快走目准备让大家速战速决 解决掉灵孩 可在此又有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这件来人虽是灵孩部队的一员 却拥有一身华丽的装扮 以及健硕的肌肉 完全找不到与他相符的本尊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他大方地展现出了自己的五星头 并且大声地说出了 自己便是大前田西千代 让在场的大前田本尊一脸懵逼 只问灵孩为何长得和自己不一样 灵孩大前田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说出 自己死也不会长成本尊那副模样 让一角和弓轻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要是真这样的话 灵孩替代本尊也不是不可以的 说实话 动画组对大前田的这波二稿 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他不夸张地说 要是我大前田正有灵孩这般英姿 那死神这部作品 哪里还有医护 百灾 懒染以及蒲原这些人的表现机会 我大前田一个人就能顶他们全部 只不过这个灵孩大前田 确实有点东西 就连五行头都比本尊大了一圈 其他人在大前田开打后 也纷纷开始与自己的灵孩对战 一角跟自己的灵孩 全都毫不犹豫地解放了鬼灯丸开始战斗 宫青则是欣赏起了自己的盛世美颜 觉得终于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 确实不错 甚至因为实在无法对自己的美颜动手 向一角请求更换对手 快走目则是因为不想解放斩破刀 被已经解放疯死的灵孩完全压制 一度落一下风 逼得他不得不暂时解放疯死创造机会 和大前田一起躲进了附近的下水道当中 从快走目和大前田的聊天中 我们可以知道 灵孩的好战性非常强烈 会随着战斗的深入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一特征也让大前田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 他和快走目联手 先对灵孩进行了挑衅 然后就用事先埋藏好的五行头 击倒了灵孩快走目 接着在灵孩大前田准备攻击的时候 快走目用封死将他巨大的五行头缠绕住 让他的五行头完全无法动弹 大前田紧接着又用五行头给了灵孩大前田一记重创 快走目在接一记摆布栏杆 彻底封锁住了两个灵孩的行动 只不过灵孩大前田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 使用雷后炮炸负的下水道 引起了远处正在寻找忘食的石田的注意 而回到一角和宫青这边 灵孩宫青不像宫青那般 不忍对自己的美貌动手 反倒是很喜欢自己流血的模样 丝毫不留情地让宫青的脸上挂满了鲜血 一角则是因为不愿意使用万解 被灵孩一角用龙文鬼灯王重创 幸亏在灵孩准备解决掉两位本尊的时候 刚刚在远处注意到战斗的石田即时赶到 就下了他们两个 在这里也稍微吐槽一下石田的换装速度 确实够快 才注意到战斗 就能够瞬间换好战斗服出现在战斗现场 确实不容易 灵孩一角本打算继续战斗 将石田一并击溃 但被灵孩空心阻止 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 还是夺回旺石 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只能暂时撤退 结束战斗的石田 也救出了大前田的坏左目 并为他们几个进行了爆炸 而这时的失魂界 隐狼座走进了一座监狱当中 看着一位长得与他几奇相似的人 说出了 你不管逃到哪里 都是百费力气 在现世的望石 仿佛听到了这一话语一般 突然惊醒 魂跟望石仿佛心灵相通一般 再一次顺利找到了望石 而望石也用一个熟悉的动作 迎接了魂的到来 顺便还对魂进行了一番毒打 打到魂连眼睛都掉了下来 不过在内带王魂之后 望石也对着眼前的鸟居 向魂说出了自己想要找的地方 让魂带着他 前去寻找有多重鸟居的神庙 乱局这边 则是遇上了灵海脊梁 这也算是动画组 再次致敬了一场经典战斗 只不过在蓝蓝叛逃事件中 乱局用灰猫破解了脊梁实践的能力 但这一次灵海脊梁的岔注 会让被砍中的事物重量增加10倍 失利完全在本村之上 连接三招的乱局 更是无法紧握斩破刀进行解放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斩破刀压断了铁架 在压断下面的一堆干精 然后灵海脊梁又对乱局展开了追击 逼得乱局只能边打边退 为了躲避脊梁的攻击 摔倒在了一堆铁棒上 本想起身继续战斗 却发现围巾被铁棒勾住 乱局也只能将其救济 假装要解开围巾 趁机将铁棒包裹在围巾里面 不知情的灵海脊梁 将插助加在乱局为金柱准备将其斩杀 却砍中了铁棒 不信邪的他还连着多砍了几下 结果自己防备加重后的铁棒压住 插助无法动弹 再一次被乱局用灰猫彻底击溃 与本村实现了同样的落败方式 最终还化为了灰烬 路奇亚也是遇上了自己的灵海 在打斗的过程中 还加入了灵海念英梦 面对两个灵海的同时进攻 路奇亚一下就处于了下风 缩性达到一半的时候 灵英梦本村几时出现 缓解了路奇亚的压力 同时路奇亚也趁着列车即将通过的间隙 解放了秀白雪 用月白对自己的灵海发动了攻击 刚刚加入战斗的灵英梦 也成功击溃了灵海灵英梦 成功让灵海灵英梦 献住了自己的本体 另一边与灵海同时使用了月白的路奇亚 仿佛是成功解决掉了灵海 让他掉进了大海当中 乱局也在战斗结束之后 赶来路奇亚和灵英梦会合 只不过在他们准备继续寻找妄施的时候 路奇亚却从背后砍上了乱局和灵英梦 原来在月白中获胜的是灵海路奇亚 而真正的路奇亚 在刚刚掉进了大海当中 诗魂界这边 为了将金乐解救出来 辅助孤生一人前往了中央四十六时 与中央四十六时对峙 要求他们立刻释放金乐 只不过腐朽的中央四十六时 依旧发挥了自己的真实能力 让辅助都吐槽他们 是一群明王不灵的老顽固 在离开中央四十六时的路上 辅助遇上了同样前来的卯之花烈 在花姐沟通了一番之后 她也是决定当路展开调查 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前往监狱将被关押的金乐解救出来 只不过她并不知道 自己的这位好友早就被灵海掉了包 才刚解救完金乐准备前往一番队 就被灵海金乐一刀砍倒 就在灵海金乐准备给她最后一击的时候 灵海辅助也随之出现 制止了灵海金乐的动作 就这样 被灵海成功替代 两个灵海就这样来到了一番队 想要假装汇报情况 趁机将三门总队长拿下 只是灵海强烈的好战心理 让三门总队长提前感知到了杀机 瞬间躲开了灵海辅助的偷袭 眼看偷袭失败 两个灵海也露出了本信 拔到准备三门总队长开战 花姐这边 也是独自通过大灵书回廊 查到了影狼佐的相关信息 加上永应一起查到的断界通行记录 大致猜到了整件事情的幕后黑手 就是影狼佐 而影狼佐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用自己的研究成果 成功将花姐和永鹰也用灵海给替代了 回到现世 在寻找妄施的过程中 查杜和锦上发现了受伤到地的路奇亚 乱局以及聂音梦 就在他们准备过去救人的时候 灵海练刺出现在了他们身前 查杜为了掩护锦上前往救人 用巨人的右手与灵海练刺战斗了起来 还用巨人的一击 成功重创了灵海练刺 逼得灵海练刺用出了自己的腕解 沸沸王蛇尾丸 查杜也是因为废骨大炮的攻击处在了下风 幸好这时 练刺本村及时赶到 与查杜联手对付灵海练刺 查杜用出了恶魔的左手 接住了灵海练刺的一发废骨大炮 同时还一击将他的沸沸王蛇尾丸击碎 练刺也紧接着用一击废骨大炮 成功将灵海练刺击败 让他露出了那类似于异魂丸的本体 旺石在魂的带领下 也找到了自己想找的寺庙 原来在工作厅的寺庙中 藏有天然形成的川解门 而连接失魂介于现世的断界也不止一个 只是其中有的流速过快 有的过于危险 所以并没有被启用 旺石来工作厅的原因 就是要找到一个天然的川解门 然后躲进去 将川解门永远关闭 以躲避引狼走的追踪 得着真相的魂 依旧在努力地劝说旺石接受医护等人的帮助 告诉旺石世界是美好的 甚至还表示自己可以跟着旺石一起到断界中躲避 只不过对他有了些许感情的旺石 并不准备带着魂一起 他假装答应 然后趁着魂又开始搞怪的时候 趁机将他绑在了树上 只不过就在他准备进入川解门的一瞬间 灵孩乱举抓住了他 随后其他的灵孩也都赶到 准备将他捉拿 而灵孩之所以能够找到这里 是因为影狼左脚就知道了 这些天然川解门的位置 以及旺石的计划 就在灵孩准备将旺石带走的时候 医护及时赶到 救下了旺石和魂 看着拦路的医护 灵孩们也没有废话 直接对他发起了进攻 独自一人面对六个灵孩的医护 还是显得有些吃力 实在没有办法的他 不顾万姐会让死神之力流失的更快 再一次使用了天梭斩月 用一记全力的月牙天冲 解决掉了六个灵孩 让旺石再一次成功脱困 只是结尾的这一瞬间 让我感觉到了魂好像是多余的存在 一胡突然而来的保证 也让我觉得这段情感 还是表现得有些刻意 好了 本期的回顾就站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